你跟添烧带去 哦 OK 然后我就玩了巨海 就你们发生什么 半熟恋人2 第四期更新的两期 就像是官方的标题一样 恋宗最强修罗场 不看后悔 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 抓马 这可不是一般的抓马 女嘉宾员的做法 引发了强烈争议 一致的评价就是 缺乏边界感 1.反复题解除封印 从下车见到老孙和天超 就反复提及这一句 好像他们俩这次约会 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一样 老鱼对于这个形容 不是很满意 后来和天超解释说 是因为缘儿觉得 他平时不爱说话 而在这次约会中 说话多了吧 一般人在这种时候 都会附和一下 或者说直接闭嘴了 但是缘儿不是 他听了老鱼的解释之后 反而回过头来 否定了老鱼的说法 认为不单单是这样 而是他解锁了老鱼 更多的可能性 2.当着老孙的面说 约会细节 就目前小屋里嘉宾的情况 大家可能是还不太清楚 嘉宾各自的情感走向 但是哪些嘉宾 约会过还是比较了解的 而且既然老鱼和缘儿 约会的时候提到了老孙 缘儿就应该比较清楚 老鱼对老孙是有好感的 不论缘儿知不知道 老孙对老鱼有好感 当着老鱼的面 和老孙交流约会的细节 这个做法都让人觉得 十分不舒服 尤其是老鱼还在现场 老鱼当场就想要逃离现场了 就听着缘儿当着老孙的面 介绍着他们的约会细节 还有情感升温 并且说 老鱼说他和老孙是很像的 这句话怎么听怎么感觉奇怪 思以为缘儿可以和老孙直说 问老孙界不介意他和老鱼接触看一看 但是这样当着 本就对老鱼有好感的老孙面 这样强调他打开了老鱼封印的细节 这样真的十分不妥 老鱼如果在约会之后 还对缘儿有一点好感 那一点好感应该 也在回来的聊天中消耗殆尽 3. 摇耳朵游戏搞小团体 在第四期下节目中 新的嘉宾来到小屋中 简单介绍之后 为了加深一下互动 就组织大家玩起了摇耳朵的游戏 在游戏中 缘儿的做法也引发了大家的争议 被认为是在搞小团体 网友直呼下头 好在新来的女嘉宾是主持人 对自己的情绪拿捏得当 否则应该就直接挂脸了 本来也就是一个活跃气氛的 增加互动的游戏 像这样两个人都约好了 还有什么意思呢 这样两个人合作来对答案 其他人岂不是成了工具人了吗 如果没有新来的嘉宾在场 这样的行为没有什么好说的 但是有新嘉宾在场 就让人感觉不太尊重新人 当缘儿的做法引发争议之后 越来越多和缘儿现实相关的信息 被曝光出来 有网友称郑宇安以前是叫郑方舟 改过名字 但是一眼看出来就是他 本来还期待三十出头的他 能有所不同 结果还是学生时代爱搞小团体 爱挑拨离间的那个他 关于郑方舟这个名字 应该是真实的 网上现在还能找到十几年前 郑宇安曾经的唱歌比赛 而且看缘儿的评论区 有网友是听过郑宇安以前唱歌的 对比以上 郑方舟参加厦门大学 张州校区石家歌手赛这一点 应该是真实可靠的 边界感这个话题随即继续发酵 甚至还有称现实中 认识郑宇安的网友说到 边界感这个话题 在纽约的时候把我当工具人 每次有事都是越过我私聊我老公 我之前一直当他好朋友 不想说他茶 但是我也一直不明白 是不是真的有人这么缺心眼 还是就是故意的 他问我老公问题 有时候还是带命令式的 并且都不说谢谢 我和我老公同时发一样的朋友圈 他也只给我老公点赞 要说搞小团体 或者就是大大咧咧的性格 心直口快倒也不算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最多也就是被说一下情商低 相处起来不太舒服而已 但是每次有事都是越过我私聊我老公这一点 是真的雷区 明明是女生的朋友 为什么在认识对方老公之后 只给老公点赞 却不给朋友点赞呢 如果属实 可以说是实锤了 缺乏边界感这一点了 甚至可以说缺乏道德感了 节目目前播出不到一半 嘉宾们的各方面性格都没有完全展现出来 后续也会随着节目的播出展现更多 新嘉宾的到来总是会在小屋里激起涟漪 严渺的到来还好 只是让落单的张燕看到了希望 并且两人相处感觉还不错 但是男嘉宾吴世禅的到来 却让几个男嘉宾都感觉到了威胁 吴世禅是一个很成熟且成功的男士 在聊天中得知 他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 有着六年的职业律师生涯 之后他转行进入主题乐园领域 并参与迪士尼乐园的项目 这让几个男嘉宾觉得瞬间逊色 原来这个才是真正的大老板 吴世禅出来小屋 他还给女嘉宾带来了香薰礼物 女嘉宾收到礼物都表示好喜欢 尤其是原儿 他说自己最近睡眠不好 正是需要香薰来助眠 这正好碰到了他的点上 这让天超看在眼里 他看着他拆礼物的惊喜 心里安安的不爽 后来吴世禅说自己还有一个副业 就是开了几个剧本纱 这更是中了原儿的心 他说他最喜欢玩这个 天超这个时候真是有了危机感 他怕原儿因为这些的加码 而增加了对吴世禅的好感度 老孟更是慌了 因为宝才和吴世禅约会过 吴世禅这么优秀又体贴 他身上散发出一种成熟优质的气味 让同为男士也有了紧张感 在当天一边聊天中 老孟的心都被撸了出来 他乱了心神 竟然给宝倒了三杯红糖水 老孟开始对宝上心了 他会为他买汤喝 但买得太油腻了 宝不喜欢 然后他开始记录宝的喜好 于陶然对吴世禅的到来 也是有点紧张感的 他首先就做了暗示 他把专属的椰子拿出来 让孙木雨来喝 并表示只有一个 而且只够孙木雨的量 这妥妥地宣示了自己的心意 也算给吴世禅做了暗示 吴世禅也真是细心体贴的人 在盲选约会 他本以为有机会 和女嘉宾接触增加了解 没想到他落单了 他留在小屋里 给大家做了很多菜 看样子还真是不错 反观 当时张燕第一次约会落单 他自己在小屋里 失落地待了一天 后来天超和张燕 坐下来和吴世禅聊天 他们问吴世禅 这两天的相处 有没有想了解的女孩 吴世禅说有 他想了解袁儿和颜淼 真是戏剧性了 这两人正好分别是 天超和张燕有好感的人 听了吴世禅的话 想必天超和张燕 也是心里一紧吧 看来小屋里 也迎来了年鱼效应 这让男嘉宾 更有了求胜欲和挑战 接下来 想必他们会更加关注 自己有好感的女嘉宾 好更好地去了解她们 关心她们